大家好,进入夏季由于高温水分蒸发的比较快 那么我们给它浇水呢 很多花药都是采取干与不干的方法给它浇水 但是使用这种浇水方法往往都是容易引起根性出现烂根的现象 因为我们给它浇水上去之后呢 这个盆土表面往往是干得非常快的 上面的土壤还没完全干 我们再给它浇大水的话 使这个盆内的水分很难蒸发掉 导致这个根性无法吸收到氧气引起继续 就容易出现烂根 那么我给它浇水的话 比如今天给它浇透水了过几天 发现盆面已经发白了 然后用手指头给它抠煞5公分左右 如果盆土上面的水分还没完全干的话 就是为了保持盆内的湿润度 我们先用喷壶给它喷水物 今天喷了水物 明天观察这个盆底上面的土壤还是没干的话 还要继续的给它喷洒 等到盆土干到七分干了 我们再给它一次性浇透 像我这些杜珈娃要浇透水的话 十天都会给它带上这种土壤专用的杀菌药 二媒林 它是内吸型的 而且咬效的防剧跟腐病的发生 一比一天的比例 我们只要给它浇灌 咬效的渗透到植株 而且又可以被植株吸收 这样就可以把土壤里面的病菌 真菌咬效的杀面 这样就可以防止根性腐烂的现象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杜珈娃如何给它浇水防止根腐病的发生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